创作第二系列的时候 其实既紧张又兴奋 因为有了一切完美第一系列 观众喜欢的 所以在第二系列我们的创作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懊恼 要加进点们的元素 可是又能够维持一千万美亿的精神 所以我们创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很多大眼瞪小眼 很多意见的不同 我们经试图把三个人不同的生活经验 大家拿出来讲 我讲我的经验 建才讲他的经验 令人讲他的经验 所以把这三个经验里面浓缩出来 然后理出一个在都市 讲人性的矛盾的一样这样的东西 而且因为第一系列 大家对这些人物都太熟悉了 所以当我们在做第二系列的时候 我们在扳演的时候 基本上很容易那个人就上身了 然后可以是那种讨论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你看到那个导演已经Win上身了 然后很不知觉的 然后我也会Alex上身这样 然后可能编剧就会凯利上身 然后三个人就在那边一堆的戏就出来了 所以演完了之后 写了一大堆东西之后 然后当然过后编剧要回去再慢慢的息息相读 然后还要再去做筛选 这样的一个创作模式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就会比较是 在写的时候 大概我们已经看得到成品的一个影子在那边 每个人的眼 时刻都闪了待恶 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三个故事人 关系都非常好非常熟悉 而且我们只是凭着一个信念为工作 所以无论我们在讨论之前我们都说过 万一如果我们吵架怎么办 所以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一圈完美》整个剧本谈完之后 我其实就有八个字就是精陪力精 可是又妙不可以 观众的回响 还有一些网络上有很多朋友 他们就说他们蛮喜欢的 所以突然间就有那种感觉是 我们的辛苦别人是看得到的 所以经过看到这么多观众的这样的反应了之后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新加坡的观众能够接受一些 比较有想象空间的剧本 跟所有的工作人员 不只是演员 还有一些幕后的工作人员合作了 第一次之后 第二次也更有默契了 大家感觉都合作得很开心 所以每天开工都会很期待 很难得能够遇到一个好的剧本 然后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制作组 能够 因为拍戏都是一个很群体的工作 少了哪一部分都不行的 但是哪一部分做得不够好的话 这一个作品都不够完美的 所以你们看到这么好的一个作品 就是因为大家的努力 所以我是做得非常的开心 跟这个制作组合作感觉到非常愉快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 工作是辛苦的 尤其是拍戏更加的辛苦 但是这次的过程对我来讲是一种享受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掌 李宗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